这段时间是我公务繁忙 冷若的夫人 今晚我与夫人便把洞房花竹补上班 洞房 不了不了不了 我们可以做理好大人 我听说你兄长也参加了今年的春围 但据我所知 这段时日你父亲可没少带着他往礼部侍郎周大人家里跑 要不要我好好尝一尝 如果我没记错 今年的春围五碧案一朝被人揭发 皇上因此震怒严惩了很多人 若沈家也被牵扯了其中 相公 我们不是一家人吗 一家人不就是应该相亲相爱吗 不是灵魂伴侣吗 怎么又一家人了 那 是不是该好好准备一下今晚的洞房花竹 小姐 真好 你终于可以和大人一起原房了 我来帮你说实 试班去大人房间吗 好什么好呀 快去看看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可是小姐一直以来的心愿啊 奴婢这位小姐高兴 怎么可高兴的呀 你赶紧去准备准备 是准备洗澡水吗 我现在就去 你瞎准备什么呀 我是不可能跟他原房的 我是不可能跟他原房的 你本就是我大哥的夫人 那谢礼应该不少吧 那谢礼应该不少吧 你瞎想什么呢 沈志冠 虽然你的确不怎么样 但是你继于我大哥为妻了 至少比大罪朝那些 那些姑娘欣赋很多吧 是是是是 你大哥人中龙凤 我嫁给他 简直是不知道 修了多少倍的夫妻 但是吧 但是什么 弹珠 你先出去候着 你可知 为何我与你大哥成婚半年了 他却从未与我退化 那可不是 我大哥对你 还有你这份身体 都提不起兴趣吗 孟春妹妹 这事吧 我确实有点难以戒指 这长得不好看 若不是你的错 这有什么难以戒指的 这女兄妹真是 是你大哥 是他 他胜不好 李部侍郎周开平 已经私自把春卫世纪泄露出去了 不过哪些学子买了题 他又会脱了多少 查起来还需要些时任 这些祸国殃民的 继续追查下去 是 沈之欢小就沈家 或许可以 大哥 这是我亲自喂你熬着的药 现在喝刚好 我又没病 喝什么汤药 大哥 虽然咱们不是亲兄妹 但是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唯一的情人 其实吧 有些事 你可以不用瞒住我的 孟川 你究竟在说什么 端着你的汤药赶紧出去 大哥 会及其一吗 你也应该 为你的子孙后代着想吧 我就是 我就是这么好吗 大夫说了 只要你好好喝药 一定可以治好的 这话谁说的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是 沈之欢 我是从这里穿过来 那应该也可以从这里穿过去 你吃东西吧 穿着东西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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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我不会游泳啊 而且 我还这么年轻 这么冒昧 还有那么多的帅哥 没有见过 小姐 你可千万不要笑不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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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笑是对的 嗯 没笑是对的 嗯 没笑是对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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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沈将军一家都十分宠爱沈之欢 是不是真的 小小姐 你的问题 好奇怪啊 哎 哎 我就说是不是吧 哎 啊 当然是真的 老爷夫人可是把小姐您当到杂上明珠宠着的 少爷都欠不得你受了一点委屈 啊 还真跟传记里写的一样 哎 哎 那沈家是不是有很多钱 我也不知道沈家有多少钱 不过老爷是正观大将军 背受皇上器重 应该是有钱吧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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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维将近 年轻啊 朕记得三年前你一举高中 短短几年 便成了朕所倚重的首府 我想本次春委由你负责 朝野上下也定能信服 微臣遵旨 另外 朕看了各地御史的奏表 往年春委都有寻思舞弊的人 因此 借本次春委好好查上一查 如有寻思舞弊者 不论是否是朝中权贵 既要秉公处理 硬网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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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